85岁的老人领郭氏,35岁时开始手管,他靠着要饭亲手养大了六个子女,平日里整天烧香拜佛,为每个子女祈求平安。 如今86岁高龄的他,家中儿孙满堂,然而本该安享晚年的他,为何会在山宴里吞服老鼠药自杀呢? 故事还要从他生变的几天前说起。 这天,老太太郭林氏像往常一样,跪在关一项前,虔诚地为自己的孩子祈祷。 祈祷完打算出门打水,可不曾想到,自己刚出门就因为高血压复发,没站稳摔了一跤。 母亲摔倒了,孩子们聚在一起商议,女儿提出带林郭氏去医院做检查,二儿媳却直接开口说,去了也是瞎花钱。 从几个女儿的对话中,可以听出,没有一个真心愿意照顾老人。 于是,儿女们商量得出,让老太太去敬老院住。 但由于敬老院的床位实在太紧张了,目前没有位置,需要再等几个月。 其实老太太也不想去,她只想在余生最后的日子里,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。 但是儿女们却只顾自己的意愿,根本不想理会老母亲的心愿。 于是大家得出结论,在养老院有床位之前,大家轮流照顾母亲几天。 第一站来到了二儿子家中,二儿媳十分热情体贴地接纳了林郭氏。 其实,二儿媳她一直惦记着老太太的老房子,想要私底下把老房子送给自己。 可林郭氏直接拒绝了,她想把这房子留给四儿子的儿子小道。 因为这个交易没有谈妥,没有如愿的二儿媳,于是天天对着老太太恶语相加。 她的话像是一把利剑,每一句都深深地插入老太太的内心。 一同前往的孙子小道也不省心,小道偷电动车时被警察抓进了派出所。 原来她想攒钱去上海找自己的母亲,而同时老二的女儿小丽想出去打工,所有的事情全部堆积到了一起。 二儿媳妇直接暴跳如雷,她指桑骂怀地,当着全家人的面指责老太太。 而身旁的老二不但没有帮助母亲,反而计算着如何尽快地把母亲安排进敬劳院。 看到这个局面,老太太很是伤心,她想离开这里去三儿子家住几天。 临走前,老太太把老房子的钥匙留给二儿媳,叮嘱她收拾的时候要小心点。 老太太坐着三儿子的车,打算去往城里住几天,本以为可以在衣食无忧的三儿子家中住上几天。 但是三儿媳却很是刁钻,还没等老太太坐下,就给母亲立下多个规矩。 儿媳直接把老太太的随身行李扔进了地下室,在沙发边缘给老太太准备了一块白色的毛巾,生怕母亲坐脏了沙发。 晚上,祖孙三代围坐桌前,看着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样子,老太太对着一桌好菜,却迟迟不敢动筷,仔细观察就会发现,她吃饭的碗筷都和大家不一样。 孙女说想去外面闯一闯,三儿媳立声喝道,女孩子找个条件好的男人嫁了,生个孩子才是最重要的。 孙女坦言自己不想生孩子,三儿媳训斥她这种想法太自私了,孙女脸上略带着嘲讽说出了一句。 这个话一出,林郭氏心里一阵出动,可她什么都不敢说。 三儿媳对老婆婆的厌恶从不掩饰,每次她单独把老太太的碗筷扔在一边,老太太晾在沙发上的干净毛巾,也被儿媳用夹子夹住扔到脸前。 家里只有孙女平平愿意和她说上几句话,她帮奶奶洗头时聊道,为什么支持父亲出去? 林郭氏回答,在家种地能有什么出息,年轻人就应该出去闯一闯。 奶奶的话,触动了孙女平平的内心,她偷偷收拾好行李,去追逐自己的人生了。 平平走后,三儿媳把女儿出走的愤怒,全部发泄到了婆婆身上。 老太太秦诚地跪在观音巷前,为孙女祈祷,接着她告诉三儿子,自己想去女儿家住上几天,儿子嘴上说着让她再多住几天,手里却将鞋子放在了老娘的脚边。 而一旁的三儿子,当着母亲的面,就把老太太用过的东西全部打包扔进了垃圾堆,她恨不得把家都给拆了。 接着,三儿子把老太太这个包袱丢到了女儿家。 女儿和女婿做着一点小生意,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一些,但两口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和善。 老人刚来的时候,女婿还特意买了几斤肉庆祝下,可是舒坦的日子没过几天。 这天,女婿发现柜台上丢了五十块钱,她怀疑是老太太拿了,于是让妻子去询问一下。 女儿嘴上说着不是老人,可是还是试探性地问了下老太太。 女儿突然而来的疑问,老太太有点不知所措。 不久之后,在屋里哄孩子的林郭氏突然晕倒。 女儿带她去检查,她得了一种怪病,神志不清还总是无端地发出怪笑,大小便也不能自己控制。 医生说这是笑病,老太太受了刺激。 一向孝顺的女儿给林郭氏收拾尿布时也没了耐心,竟当着老娘的面说出。 林郭氏怪异地笑着说道。 然而她的眼眶中已经饱含泪水。 夜晚憋了好久的女儿,再次询问其前几天丢的五十块钱。 林郭氏看着女儿怀疑的眼神,索性就承认了出来。 随后从包裹掩饰的小手卷里拿出五十元,还给女儿,嘴里暗自嘟囔着,我要钱有什么用。 这句话既是问女儿,也是问自己,而这些话一旁的女儿却根本没注意到。 眼看老太太的病情越来越重,儿女们又聚在一起。 这下,老娘彻底成了烫手山芋,没有人愿意接管。 一家人当场撕破了脸皮,索性扭打在一起。 在金钱和利益面前,子女们都显露出最真实最烈。 不久之后,女儿的独生子突然出车祸死了。 老太太不想再留在这里添乱。 她临走前,将母亲在世时留给自己的银手镯给了孙媳妇。 告诉她,趁着年轻改嫁吧。 孙媳妇反问,当年你怎么不改嫁? 林郭氏平淡地说道,我要是走了,孩子没有娘该多可怜。 这句话道尽了她一生的苦难心酸,接着她笑着哭了起来。 兜兜转转地领过时,又毁到了自己的老宅。 可是自己老宅已经被二儿媳一家给占领了,老人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。 因为在饭桌上发出了诡异的笑声, 二儿媳一家直接把母亲赶进了牛棚。 老人依旧每天对着菩萨为子女们祈求。 老人时不时地向儿子询问,经老院来信了吗? 儿子不耐烦地说着没有。 老人再次突然犯病,笑了起来。 二儿媳掀翻院子里的木板,破口大骂。 儿子则一把夺走桌上的观音像摔在地上。 这五亿鱼摔碎了老人多年的信仰和他余生的希望。 每天儿媳都准时给牛喂草,而自己活得却连个畜生都不如。 他透过狭小的窗口,无助地凝望着外面的世界。 不久之后,经老院传来有老人死了。 老太太终于可以进入养老院了。 晚上二儿子跪在母亲床前,带着哭腔问道, 娘,你恨我吗? 林郭示意笑得浑身抽搐,却没有回答。 他把自己亲手纳的鞋垫交到儿子手上, 让他和兄弟姐妹分一下, 然后温柔地呼唤着二儿媳的闺蜜。 然后,他将当年婆婆送给自己的传家手镯, 取下来送给了二儿媳。 他知道儿子在家中是个七管炎, 希望儿子晚年可以过得好一点。 拿着手镯的二儿媳一口一个娘叫着,高兴地离开了。 夜深人静时,老人从床上坐了起来, 对着镜子梳洗自己银白的头发。 接着,对被儿子摔碎的观音碎片祈祷, 保佑孩子们都平平安安。 随后他从怀中掏出一包老鼠药吞了下去。 清晨进老院的车来了, 林郭示意躺在满是草料的地面上。 他的手里仅仅攥着一张玄疆符的照片。 按村里的习俗,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去世是喜丧。 几个儿女花高价,请来县里的演唱团。 穿着暴露的五娘在台上进前摇摆, 儿女们恬不知耻地在下面欣赏着。 林郭示意躁摆在台前, 正如他生前一样, 四笑非笑地看着台上的闹剧。 在外人面前给母亲置办了最大的丧礼牌场, 但是谁还会记得林郭示在牛旁的惨状呢? 几天之后, 女婿从桌子夹缝中找到了丢失的五十元钱, 而二儿媳像林郭示一样摔倒在门口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我们一边想着他恶有恶报, 一边用希望林郭示的悲剧不要再发生在更多的老人身上。 影片以最真实的题材讽刺着社会的现状, 然而防老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一个问题。 老人不能树中正经的人有很多, 虽然现在社会监督机构比较完善了, 但是看到这样的事情还是让人不寒而栗。 影片中老太太的怪病是整部影片的点尖之笔, 自嘲的同时也讽刺着整个社会。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不停地上演着。 针对养老问题, 你是如何看待?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。